大家好,我是各位 今天我們來 開... 開包包 啊,突然要出口的時候 發現講一個字好像乖乖的 好,我們來開包包 那這個包包呢,其實是我 之前不是去香港嗎? 然後去香港之前呢,因為我在想說 我想要帶著我的電腦 可是我的電腦包 就是原廠 給的那種 電腦包 我實在是 好吧,算了,別提了 好 總之呢,我想要買一個 可以放得了我的電腦 然後也可以放得了GoPro 的一些東西 的包包 那我的電腦呢,當初買的是15.6吋 算是蠻 中大的 筆電 所以我當初在買的時候 首先第一條件當然就是要放了 一台15.6吋的筆電 在PC Home上面,你知道嗎 因為很懶得出去逛街 所以在PC Home上面就 逛逛逛逛逛逛逛了很久 後來我就找到了,在PC Home 的購物中心上面,我真的找到了一個包 就是它 那 現在來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包齁 這個包 我本來是灰色的 因為我還蠻喜歡灰色系的東西 然後呢,大家 在第一眼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口 OK,現在其實蠻多人已經知道這玩意是什麼了 這玩意就是可以 你可以在裡面放一個 行動電源 然後它裡面就有一條線可以 可以留在這裡 然後你把行動電源插在裡面 然後就你的手機啊 或是看GoPro啊 就可以直接插這個洞然後就充電了 很方便 OK,這個包包其實 這個東西其實現在很多包包都有 這玩意 再來呢 它很特別就是它前面這個 廊廊這個地方啊 它就是其實也是一個 區域 好 然後裡面放了我的杯子 現在這個袋子好像超髒的 然後還有我之前介紹的15代 然後裡面這個容量其實算蠻大的 OK 我試了我放那個 麥克風的 我之前放了麥克風的那個盒 進去 然後還放了 一隻GoPro進去 是拿3way的那個 腳架 然後我還放了我的外套進去 我兒子的外套進去 其實這個空間還算蠻大 下面還有一個 挺大的空間 那再來呢 在這個裡面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 你拉出來看看 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一樣就是 你可以 它有一個拉鍊可以拉開 然後我通常在這裡面會放你們 上班的識別證啊 就是很 第一時間想要最輕鬆拿取到的東西 就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再來呢 在它裡面呢 還有一個部分是 這個拉鍊 這邊還有一個拉鍊 這邊那個拉鍊呢 就是放行動電源的那個拉鍊 所以你把它拉開之後 然後可以把外面這條線 會接到這裡面來 然後把行動電源插上去 就可以用 但是在下面呢 還有一個 有一個網袋 這網袋呢也是有拉鍊可以拉開的 你可以放一些 什麼牙線啊 就是 衛生面紙啊 然後在它的後面 還有一個 這個袋子其實真的 這個收納的東西很多很多 在它後面那邊還有一個 OK 可以放一點什麼錢包啊 當然我不太建議放在這裡啊 我會建議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你的錢包可以放在哪裡 再來呢 這個包如果長這樣子的話呢 好像就沒什麼大不了了吧 沒有 哪有這麼誇 這麼簡單 那放電腦要放哪裡 來 放這裡 你把它的那個 背帶掀開 其實實際上它真正放東西的地方在這 然後可以拉很開 所以你可以把它整個攤開都沒有問題 登登 好 那中間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可以放一些筆記本啊 或甚至是 你要是有辦法放的 你要是沒有iPad 你也可以放這裡 其實問題不大真的 然後這個後面這個空間呢 其實就是可以放筆電的地方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袋子 中間袋 可以把它固定住 但是當初買這個包的時候呢 我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筆電 是15.6吋 但是 是帶 數字鍵盤的那一種 所以我的筆電 比一般15.6吋的筆電還要再寬一點 對我完全忘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買筆電 我第一思考都是要有數字鍵盤 我喜歡數字鍵盤 那那時候放進去的時候 第一次放進去的時候 我有點傻眼就是 它很背 OK 它真的是高到這個邊邊上面 高到這個邊邊上面 然後 當時要把它蓋起來的時候 都是很勉強 不過一兩次之後 可能它也開始有一點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 鬆 就比較好放了 還不錯啦 也是可以放進去 那一樣齁 在它的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網袋 網袋後面 一樣也有一個袋子 OK 我就拿來放我的 濕紙巾阿 這個 然後它的上面呢 還有一個 拉鍊 可以放帶 可以放東西 OK我放了什麼 喔放了一個 HDMI轉 VGA的轉接線 是上課要用的 所以它其實袋子很多 一個袋子兩個袋子 三個 應該數一次 一個 別放筆電的 兩個中間 網袋三個 四個 五個 然後前面這邊有沒有 剛剛一個網袋六個 網袋後面七個 這邊側邊這個 八個 然後這個區域九個 然後 如果你要真的要 藏什麼很秘密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藏在 放在這個 行動電源的這個袋子裡面 就十個 重點是 它還不是真的只有十個而已喔 它還有十一個 在這個部分 也就是靠著 腰的這個部分 不要簡縮 靠著腰的這個部分 拉開 還有一個部分看 我就說 錢包 可以放在這裡 家裡的鑰匙 可以放在這裡 那因為呢 就是 你在背這個包包的時候 你所有重要的東西 在這個區域 你背著它 理論上 應該是不可能 會被偷走了 假設你連前面這邊都扣住了 理論上 不可能 偷得到 重要的東西 那 靠著要的這個地方 又放你的錢包 什麼東西的話 那這裡 可以 也不可能嗎 你這樣手痠進來 雖然腰內肉也挺多的啦 但是 也沒有遲鈍到 不知道有人把手伸過來 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點 然後再加上它還可以 它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呢 是可以讓你 鋪在 鋪在那個 行李箱把手上面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的兔兒走 然後 外面這兩條 其實 我也發現它不錯的一個 一個做法 就是可以把它 直接收進去 然後 然後 你就可以放在 行李箱 上面 或者是 我昨天騎摩托車 上 下班的時候 我也可以 就是這樣子 把它收得好好的 然後放著 我就不用一直被 被停好 好 這個呢 在 PC用上面的價格 是1390塊錢 很不錯 背起來很舒服 而且因為有這個 這個 腰的 這個靠的這個部分 它其實背起來 我真的把裡面放進去 也沒有很重 不錯 對 真的不錯的東西 才會介紹給大家看 好不好 好 今天就這樣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點喜歡 分享訂閱以及小鈴鐺 ODERLOG 又在亂開箱 我們下次見 掰掰